在外面居住其實我們很深刻的感覺就是 我自己很像一個透明人 以前只是想說反正離開了 然後外面世界就很大 然後自由自在 你就是全新的人 可是我沒有想到他要用很多東西去換 他的另外一面就是 你也是一個人 我要面對除了生活的條件以外 還有就是你要怎麼跟自己講話 其實我的養成是在拉丁美洲 一開始到拉丁美洲的時候 第一年的身份是國際志工 第二年的時候我到阿根廷 因為身份因為簽證的狀況 所以我就非法居留 變成非法勞工 我生活的周遭 當然就是一些生活相對很弱勢的人 你那個時候就會逐漸把 你是藝術創作者這個身份忘掉了 但當我到後來到巴西來的時候 我開始跟畫廊合作 開始有展覽 然後我的生活的人開始是那種國際人士 策展人啊經紀人啊收藏家 然後我覺得這樣子不同的階級 不同的環境裡面移動的時候 會有很大很大的困擾 很多疑惑 就為什麼為什麼 我好幾年一直在想 為什麼我在這邊 為什麼我做這樣 可是 這些是沒有人可以明確的 給你提點 重要是要堅持很久 那那個堅持會形成一個是忽略 我覺得那個忽略是 它會變成一個很好的養分 是因為你已經 習慣 可能不會追著一些主流 或是一些現在熱門的東西 所以 你有自己的節奏可以走 我起步的很慢 可是 前面幾年反而是我後來 蠻大的養分 是因為 就被忽略很久 不管是我在台灣 或者是在拉丁美中 因為完全是一個透明的 你沒有鞋子 你就更不會怕腳會痛 我覺得 任何的創作 跟任何的創作者 本來就不應該 為自己前面設限太多的 漂亮的風景 我的移動 沒有一個很明確 我要去哪裡 可是在移動的過程裡面 從 亂裡面去整理一些東西出來 因為可能我們大部分的養成 是專業背景養成 我們從學院出來 然後就開始 創作有一條很明確的路 大家 按部就班了 一個步驟 一個軌道 接著換下一個 那大家好像 頻率也差不多 然後方法也差不多 就忘記了 其實有很多選擇 我住在巴西的經驗是 因為 大部分創作者離開學校以後 大家會想盡辦法生存下來 大家要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來輔助你的創作 其實很多的不同的 藝術工作者 他們的路並沒有這麼的直接 你可能打工或是做警察事 其實你在離開你 本來想要做創作那個心情 其實你一直在醞釀 各式各樣的生活其實更能增加你創作能量 那作為藝術創作者更不應該把自己陷入在一個很安逸的軌道跟環境裡面 似乎你沒有了補助你就沒辦法生活 然後我們更不應該怕去嘗試很多不同的方法跟軌道 因為當我們知道自己要創作的時候是不會有人從你身邊剝奪的 可是當你自己在懷疑的時候 或者是當你在能量用不對 用在不對的地方的時候 藝術創作者的那個孤單它就會越來越強 有一次在圖書館翻到一本百科全書 有一個原始人他要離開洞穴去打獵或是去遠方 所以他的另外一半在洞穴上面描繪了他的外型 然後他們把這個形容是素描 那我在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覺得非常感動 這個是一個多麼古老的語言 那他從很久以前不管東方西方被用到現在 那現在的我們繼續在畫圖 我們沒辦法用語言表達 所以我們用了繪畫 那對我來說我的畫畫不是討論議題 你怎麼去享受你在畫畫的東西 而不是想到要畫給誰看 所以我到底用我的作品 我的創作換到了什麼 它不是單單的是一個 你終於功成名就 這是一個很膚淺的想法 所以為什麼別人會尊重你是一個藝術創作者 然後你用什麼條件去完全你的創作 跟你是不是在你的創作裡面 真的誠實地交代自己 你會營造成功 你每次用立城 如果你不可以吃 你不會用膚淺 這次你要討論 我們就去問你 因為去測試